接着要来看活动的消息 伊兰市公所将举办市场文化节 要行销辖内四个传统菜市场以及夜市 将在8月1号、8月14号 还有9月5号这三天 分四个地点来展开 而且还结合了歌仔戏等等的音乐演出 婆婆妈妈们可以一起来凑热闹 在菜市场中歌仔戏唱下去 立刻吸引婆婆妈妈的注意 纷纷跑来凑热闹 出身歌仔戏世家的吕雪凤 是今年宜兰市市场文化节的代言人 今天出席记者会现场小唱一段 为活动宣传 在传统市场买菜买肉 哪怕只是多送跟葱 都是最有人情味的温度 伊兰市公所行销辖内四个传统菜市场以及夜市 将分三天四个地点 结合音乐歌仔戏举办文化节 热闹市场人气 我们市场本身不是一个历史的地方 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尤其现在随着拆盪的风险不一样 现在天后他就去选择 他要爱的土豆 要爱的土豆 要爱的山品 透过这个广告 还是说在北 所以很多人在家里 他就有办法去选择他们爱的东西 但是这边我们传统市场 要来这边来现场 来拆盖我们最好的实材 的民生物品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说市场 就是一个跟我们生活 最重要关键的结合的地方 所以市场 市场文化节八月一号 从绿酒市场开炮 第二场为八月十四号 地点在南北馆市场 压轴则是九月五号 在东门夜市 亦然新闻记者黄竹汉 通报道